Hello小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小朋友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继续要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棒的陪乐多的儿童采泥套装 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小朋友在网上的欢迎的这种自制美味的奶油蛋糕的一个套装 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来自于我们孩之宝的一个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公司 这里面呢是有会附赠我们四罐陪乐多的普通采泥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 今天呢是先跟我们小朋友做一个开箱的一个展示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套装组当中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小的工具 以及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一个想象力 这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滚轮以及裱花袋 我们可以把它呢全都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一个透明的蓝色的水晶盘 非常的棒 旁边呢两边还有这种小小的把手 这边呢又是一个小的一个盘子 哦一个水果盘 一个水果篮子 把它翻过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在这后面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水果 中间呢是有一些水果 各种各样的水果的一个混合 旁边有西瓜草莓苹果香蕉 还有我们的西红柿 一本说明书 以及呢我们这边的四罐赔乐多年度 非常的棒 绿色土黄色 西瓜红以及我们的白色 这种蓝色蓝绿色呢可以给大家做出来 我们的非常棒非常美味的蓝莓 然后刚好这边也有这样的一个模子有这样的一个覆盆子的一个模子 你可以把它放到里面 可以做我们的蓝莓 覆盆子 树莓 等等等等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好吃 小朋友在每天的吃水果当中你最喜欢是吃的是哪个水果呢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嗯说说你最爱吃的一个水果 说说你最爱吃的一个点心 说说你最爱吃的你们家的一个家乡小吃 或者是你们家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进行一个留言进行一个互动 嗯比如说我家那边最爱吃的呢就是西瓜 我觉得西瓜呢是夏天的时候我最爱吃最爱吃的一个水果了 嗯其他的时候呢我就爱吃橙子 我觉得橙子呢富含非常多的一个维生素C 可以满足我们每天呢对维生素C的一个需求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个水果呢 这是我们一个西瓜红 我们可以把它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软 我们这一套培乐多的黏土呢可能是刚刚是收到 所以呢在这个样的天气之下它不会变得非常的硬 然后我们这里是打开了之后也一定要给它注意一个包装 然后要给它密封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容易干掉 如果干掉了之后它手感就不好了就会变得非常的硬 所以小朋友在玩这个培乐多黏土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把它不用的时候呢把它合起来或者把它盖起来 千万不要让它风干 风干了之后呢就不能够再多次的玩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小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项上赞或者是直接订阅我们频道 在这里呢是非常推荐给大家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周最新推出来的视频 你就能有个及时的一个推送 同时呢还可以及时参加我们频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视频的下方呢非常欢迎你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你们的愿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会根据你的愿望来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视频 好了那就下期再见咯拜拜